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珍小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每周一股 来到星期二的每周一股 继续有Stanley会为我们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Stanley 你好 先回顾一下上次你所推介的一只股份 有偏好270的月海投资 对比一下和恒指的表现相比 恒指过往一个星期来说 跌了201点跌幅1% 股份表现方面都靠稳 微微跌了6仙 跌幅不足1% 再看上星期的投资部署 其实买入价是10.5元 但期内波幅最低的价格是10.7元 其实是否都过于保守呢 在部署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就和我预计的就差不多了 当然你说那个买入价方面 可能定的比较是低一点的 但是就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对于后市的看法 都真的都很有保留的 所以定的那些目标价都可能是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期内你看回就要投资 其实当然你可以说港股 在这一阵的时间 那个表现其实就不算很理想的 当然今天就有些反弹之下 令到那个跌幅就不算很大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台湾这间公司本身的波动区间 都大概是10.7到大概11.1这些位置 其实那个上落的波幅幅度 其实都真的不是很大 所以作为一种叫稳打稳窄的股份 这一种都OK的 大家如果假设在这些叫做波动市里面 甚至如果假设大市真的向下的时间 这一种股份应该有一定的叫做直播率 所以就都会建议大家 其实这个股份真的可以的话 如果假设真的有机会 在10.5%这个位置的话 都还可以叫做考虑一下 明白了 刚才我听到你说 对于后市的看法其实都是比较悲观的 在这个市况里面 金国升级和我们推介的股份 会不会都是相对来说 是一些保守性 防守性的股份呢 其实都会是 因为事实上 你说都基于后市方面 似乎那个走势都真的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平时 可能听我做节目都知道 我对于后市的看法 的悲观的程度 可能六月份的时间 都真的有机会 可能要再试回今年的低位 明白 所以这个简股方面 其实都不是现在的了 这一阵的时间 很多的股份 都是以一个叫防守性为主 或者业务比较稳健为主 所以今天这一只都是 今天这一只都和大家 可能都开估 就是这个中通幅 偏好就是这个五五二 事实上 通常一些 就是每一次 可能市况比较 叫做是 差一点的时间 我都会推介这一只 因为最好的买点是 它业务比较安全一点 还有 它的股价方面 都比较叫硬正一点 好 你说到它的业务比较安全 看看它的业务概叫 见到电信基建服务收入 包括一些通信网络 咨询 规划 设计 工程师 工业及工程监管等等 另外 业务流程外判的服务收入 包括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管理 电信服务 以及一些产品分销业务 以及通用设施的管理 第三 见到是应用 内容 以及其他的服务收入 当中包括系统集成 软件开发 以及增值服务 看完它的业务 看一看你推介它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一些业绩稳健 当中看到它的收入分布方面 主要来说 都是一个电信基建服务收入 业务占比大概是五成 也是去年升幅超过一成半 来着的业务焦点 是否都会放在这里 其实公司本身就有三大业务 刚刚K也提及到 我都可以轻轻再讲解一下 事实上中通服本身的业务性质 主要是来自两方面 第一就是可能有很多网络公司 可能做一些基建工程 我们经常说是一些基站 或者做一些接驳 总之关于跟一些网络 基建相关的业务范畴 公司都会做到 所以你可以说 公司本身的发展 都要很视乎 电信联营商那边 基建投资方面的部署 所以这一边来计 反而会比较 可能要集中关注 很多的公司本身 一些资本开支方面的情况 以及一些经常性开支方面的情况 假设公司多了一些工程做的话 自然的收入 就会做多了 其次就是外判这方面的服务 这方面也不难理解 当一间电信联营公司 可能有个网络 但是他很多时候会将一些 管理方面 甚至是一些维护方面 就会给一些外判公司做 而这个中通服务就是这个性质 就是做这方面的事 而实际上在公司的业务收入方面 最主要都是来自这两饭 如果你计算一条数 这两饭的占比 大概差不多有五成 八成至九成 所以反映就是公司的主业 都是来自这两方面 而实际上 看这两方面的增长 电信基建服务那边的表现 收入方面的表现其实是不差的 也有成一成的增长 如果计算总收入方面 公司也计算是一成的增长 如果你以数字上去看 其实又不算太差 甚至乎反映到 随着内地方面 有很多电信方面的基础投资方面的 可能是增加 即是个别的联合商增加了我们的投资 而变上就是说 中通服的生意其实都做多了 明白了 再看下一版 有2015年的业绩表现 看到其实在这么多个项目里面 即是经营收入、毛利 经营利润和股东应佔入利 其实都有个升幅 看到毛利率方面 虽然轻微下跌不足一个百分点 整份的业绩对不对版 究竟毛利率为什么会有个下跌的原因 纯粹是以公司业务的发展 因为老实地说 因为公司本身做一些 可能是基础投资 叫做一些电信的基础投资方面的业务 基本上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有没有高增长呢 尤其内地方面 因为已经是电信的发展 你可以说现在都叫做4G 基本上高增长的时间 都暂时来说 可能是过去了 所以公司业务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比较上是稳健 甚至乎在个别年份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按年倒退的情况 但是这次这份业绩 反而就叫做 我觉得都过得去 为什么呢 事实上是下一版的一些 简单的分析 公司本身 其实如果以经营利润 和经营收入和利用方面来计算的话 是有个双增长的 两方面都有增长 不过 摩尼多那边 其实是的 是真的跌了 但是你可以说 跌幅相对前一两年的时间 都是相对比较轻微了 就是跌幅是放缩了 如果跌势没有的话 之前那么快 但是摩尼多方面 就很难去 我觉得 这个跌势有没有机会 真的会可能扭转 甚至乎可以说是升上去 其实有些困难 因为事实上 做这些叫网络的维会也好 甚至乎做一些 网络的基础 建设也好 其实竞争 是很大的 其实你说 变相就是 竞争大的时间 自然就是说 那个毛利率 有机会可能是会下跌的 所以这一方面来计 你说有没有机会 真的会扭转 其实我觉得是难的 不过 现在以现时的毛利率 去看的话 有没有机会再大跌呢 这样的机会就不是很高 你可以说之后的时间 可以维持 现在这些水平的毛利率 都在做 不会说差太远 但是另一方面 公司为何业绩 今次会做得比较 那个失效方面 其实做得是 不错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年就是之前的时间 这个三间的电信联营商 就有一个叫做合营 就是什么呢 铁塔公司 大家分别将一些叫做 就是一些电信的一些基站 铁塔的资产 住在一间公司里面 所以变相就是说 因为当时这个做法 这个中通服都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假设铁塔公司 有一些叫做工程要做的话 可能这一间中通服 就很优先的 可能是拿去订单的权 所以变相可以说 因为铁塔公司的成立之后 其实公司是会得到的 甚至你都可以说 因为这样的因素之下 公司的订单 可能因此而多了 而现在这个铁塔公司 已经成为了公司 就是集团里面来计 第二大的收入来源 第一大是哪一个呢 就是中电信 这个有些背后的原因 这个一层就跟大家分析过 还有就是说 其实因为今次公司本身 有一个比较 相对令市场有些惊喜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本身 公司的自由现金流 是有改善的 就是你可以和上年相比的话 那个自由现金流 其实是大了 增加了一倍的 所以变成公司也在派息的同事 都派这个特别息 虽然又不多了 例如是大约一分左右 但问题也令它全年的派息比率 是派息的数据 是同比升了两成的 所以变成你可以说 如果以上年公司的业绩去看的话 都可以说除了业绩 可能做得比较有增长之外 公司的派息也算是不错 再看第二个你所推介的原因 就是与营运商的关系密切 当中比较熟悉的 就是国内的电信营运商 包括中电信 中移动和中联通 究竟与营运商的关系密切 可以怎样带动中通服的业务 这个其实简单点去看 就是说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就是说一些国内的电信营运商 对于公司业务的占比有多重 你会见到 其实你说在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国内营运商 电信营运商的占比 都大概是六七成了 这个数据都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稳定 但同一时间 如果你再拆开这个数据的话 你会见到 中国电信本身的占比 差不多之前的时间 可能是四成二左右 到现在四成八 甚至乎接近五成 而相反中联和中联通的比重 其实大概是两成左右 你可以说这些数字 都反映到公司的大厦刚刚提升到 就是中电信 而国内的其他非运营商 就像你所说 铁铁公司这些 其实占比都是两成左右 也有个比较大的数字 反而很有趣 可能客户方面 其实我占比 你会见到 反而在2015年的时间 是跌了下去 就是从以往的时候 都占五百分之六 然后相反的话 现在百分之四 反映到一个情况 就是这类的公司 其实向外闯的时候 其实那个难度相对比较高 而且公司也提升到 因为都要优化很多的 有些客户的客员 所以都可能令到 那个叫客户的战备 可能有机会有些调整 但这个的 这个研究网上 见到的这些数字 都反映到 其实公司本身 他们的客户 你可以说都是跟 这些电信严用商有些关系 所以意味着 如果这些公司本身 可能有多些 叫做一些基建设施 要做的时候 公司是受惠得到的 而事实上 看看国日中电信本身 其实在过去 这一两年的时间 公司都做多了很多 基建一些基础的投资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公司都要发展 这个4G方面的业务 所以形成到就是说 公司 就是这个中通服本身 其实都很受惠 这方面一些的因素 再看下一版 见到三大营运商 除了是客户之外 亦都是股东 刚才你都强调的一间公司 中电信 其实见到它 股数的占比 是超过五成 都是一个 挺大的一个占比 其实如果三大营运商 又是客户 又是股东 是不是都是一件好事 对于中通服来说 这个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为什么呢 事实上假设 你可以说是有些 假设这些公司 有一些订单要做的话 基本上都 一定可能找一些信得过的 公司去做 而中通服本身 就是自己 就是本身 就是他的志工 就是可以说是一些 拿着股份的公司 所以变相就是 简单来说 信得过 特别是这个中电信 因为 事实上 严格上去看 中电信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所以就变成了 如果以合作上 中电信也和中通服 本身有多的一些合作 都可以反映现象 就是说 如果以这个情况去看的话 意味着公司本身 即中通服本身 其实以往以后的时间 都不愿回报订单 因为这三家公司 假设有些电信的业务 都一定会被他做 好 再看第三个原因 就是国网公司成为 第四大电信营运商 看到在5月初的时候 宣布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成为内地的第四大电信营运商 这个本身是中通服的客户 它有一个大的扩张 其实对于中通服来说 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对不对 其实 我想再简单一点 可以说回这件事 因为事实上 以往的时间大家都知道 中国就有三个电信营运商 就是中移动 中联通 中电信 其实回到5月初的时间 这个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就成为第四大电信营运商 即它都可以做一些电信营运的业务 不过 这个牌照就和那三大有些不同 这个牌照反而是多些规限 还有就是说 好像如果我记错的话 它本身是一些 叫做互联网方面 例如一些宽带的方面 可能只不过 只有两三个省可以做 即它那个牌照本身 就和三大电信营运商比较的话 就比较紧张 就是紧张 就没有那么松 但是都可以这样反映 就是说 因为这间公司 叫做现在 叫做是第四大之后 它都会可能加强 做一些可能基础投资的东西 即一些基建方面的东西 一些电数方面 一些叫做机站 这些会做多一点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假设这么说 就是说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置之而言 都能回应中电 即中通服 去帮忙 所以意味着 中通服本身 其实这些订单的数目 有机会都会增加 不过当然 加的那个量 你说是否真的会很大呢 跟三万相比的话 还是会差一点 但至少就是说 可能对于公司来说 有多多个商机 最后你推介的原因就是股值吸引 可以说一说市盈率和市账率 是否已经回到合理的水平 这一个就是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就是说中通服本身的 那个PE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说 其实它的PE是回到以往的时候 讲07年的时间 比较高峰的时候 就是23.5倍的 但是近这几年开始 其实那个PE 你可以说那个 那个倍数 其实都跌得 都不是很高 都是约约 8点几十倍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最主要都是因为 本身 公司的增长情况 就真的 慢慢下来 就是刚才都见到 公司其实增长8% 已经算是很不错 之前的时间 甚至乎这些时间 公司的盈利 是很倒退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 现在公司的股值 如果以PE来说 都处于一个比较 较低的水平 而另外看下一版 基本上都是说PB 这个是那个视障率 事实上 视障率在15年的时间 是跌出1 因为都真的 你也可以说 因为公司本身那个 那个叫做 业务那个的 吸引度 吸引度 就不算是很高 所以都令到 可能公司的股价 亦都是 没什么太大的起色 但是 如果以公司的 现在的股价来看的话 它又不算是很高之余 公司的负债水平 都不算是很高 基本上是财务状况 都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所以其实现在你可以说 这类的股份 如果假设市况 真的可能处于一个 比较反复的情况 甚至乎向下跌的时间 这类的股份 某程度上 都一定要防守性 再跟进到风险因素方面 刚才你也说过 就是股价慢慢就 跌下来 其实都是反映公司的增长 放缓 这个风险因素又大不大呢 我想暂时来 公司的增长潜力 都真的不算是很大 所以变成股价方面 也很难会有一个很大的寄望 就是很难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上升的情况 另外大家都看到了 我刚刚看到它 那个可爱的占比其实是跌了的 反映似乎你说要走 很多公司都要走出去 但是在中东福的例子身上的话 走出去的步伐 似乎都真的比较慢 最后也留意电数燃料商的 资本开支的情况 因为严格上 公司本身都好 如果你假设很多公司 加大这方面一些 叫做开支的话 公司是会得到的 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假设 可能之后一些公司 可能因为个别的那些策略 可能减少那个叫做 是资本开支的情况的话 公司都会受到一些的拖累 好 见到552 中国通讯服务暂时股价3.54 升了超过3% 和你的买入价 好像都有一段的距离 有没有机会去买得入呢 刚刚都没有升那么多 港口又升多了 似乎我升的买入价 好像又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算了 我觉得又不需要说高追股份 高追也不是我的风格 都是厚低3.54才买入 不过目标价不进取 你看看都是看4元 这是中线的部署 都是安全一点 先以3个月作指示位 好 如果有兴趣的投资者 就可以等一等买入价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Stanley 做新报 刚才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